550位美女爭做亞運禮儀小姐 2010 廣州亞運會年底舉行 除了賽事好看,禮儀小姐一樣吸引 首輪禮儀小姐的選擇一早結束 入圍的550位美女上個月開始 在廣州南方醫科大學接受40天培訓 包括臨場應變及頒獎禮儀等 星期三開始,他們當中選100個優秀者 做亞運會禮儀小姐 而當局勢元紅最高價50萬人民幣獎金 請求民眾舉報涉及亞運重大案件價犯罪線索 但分析認為巨額元紅即是想阻嚇犯罪分子 象徵意義大過實際意義